依据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 目前社区肠病毒主要以克杀企A型为主 肠病毒71型第68等多种型别也持续在社区活动 由于各级学校已经开学 而且国内正处于肠病毒流行期 学童间密切互动 更容易使肠病毒在校园间传播 提高群聚风险 因此呼吁各级学校应提供充足完善的洗手设备 并且保持教室的清洁与通风 且随时注意学生的身体状况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落实正确勤洗手 确保身体健康 同时机关署强调 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 如果发现幼童有嗜睡 意识不清 活力不佳 手脚无力或麻痹 即抽搐 也就是无辜惊吓 或突然间全身肌肉收缩 持续呕吐与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 肠病毒重症前兆病症 请尽速送到大医院接受治疗 相关资讯可至机关署全球资讯网 或拨打国内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恰询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